欢迎大家来到郭火彩 今天呢我很幸费 因为呢我们要做的东西是 我最喜欢的霸骨爹 那这个霸骨爹不能够是做新加坡的霸骨爹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霸骨爹呢 我们要做的是马来西亚的霸骨爹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西亚的霸骨爹比较好吃 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特别来宾呢 也是会喜欢吃这一类的食物 我们开始吧 这就是作弊的方法 做霸骨爹就是买冷冻霸骨爹 我要特别替他们做一个的广告 你老板 你老板到时候可以打这个的电话 或者是加这个的LINE 欢迎大家这一次我们呢是请到我们教会的外籍新娘 所以我们欢迎义酒跟YY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才要煮肉骨茶呀 因为我想这个对YY来讲会有一些的这种很久没有办法 因为疫情之后就没办法回家了对不对 但台湾才是女家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先先先先都一点先都一点 我先捞 这个有没有这个它的汤头银物银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听你的 你要跟我们讲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直接捞一口马上 对不对 马上 对不对 跟我们讲有没有那种 哦有哦 有哦 嗯 有感觉吗 有 很有 很有哦 很有 我说真的哦 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种就是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对不对 中药味 为什么新加坡的跟马来西亚不同 你懂不懂 我不懂 你不懂哦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有没有比较过呢 以前你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说 谁的比较好吃 嗯 有吗 会 有时候会觉得 OK 讲实话 好 我比较喜欢胡椒味 你也比较喜欢胡椒味 对 我喜欢那种嗆辣的 啊 耶 歪歪 讲一下吧 你当时候是怎么会来台湾的 怎么会掉到这个爱情的漩涡里头呢 我不是为了爱情而来 OK 好 我是为了 我是 我其实是一开始是 因为我在新加坡服饰了很久 然后我也想要就是提升 然后就是 嗯 就是稍微也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 刚好就找到那个约缩净拜团 他们有短期的课程 然后我就去想说去 去进修一下 但是因为他们的时间 不是很长 所以多余的时间 我的牧师就说 不要一直出去玩 可以做点别的事 然后因为他非常的就是很爱张牧师 然后他就说不然你就来新建行道会实习 就问张牧师可不可以 然后张牧师就说当然可以 然后 然后我就来了 就来这边实习 那时候是在敬拜部啦 对我在敬拜部 因为敬拜团跟英控这个是一定会 一定会cross在一起的 对 但是什么时候是从服饰变成爱情 从牙痛 是吗 从牙痛 讲讲讲 牙痛真的从牙痛 一久来讲吧 让歪歪可以吃 对就是他 那个时候是儿童的 对儿童聚 儿童聚的那一大戏的那个晚上 然后他就赖我 他就说他牙齿很痛 你为什么要赖他呢 不是 为什么也没有赖我啊 你有考虑啊 全教会这么多人 嘿你弄弄害我 不是我 就是阿杰我的 对啊 终于出来了 等一下 哦 我们都已经re过交 我忘了是 不是是Grace 哦 不是我 我完全不会找你的 哦 他不是他的朋友在新加坡 然后他说他牙齿很痛 我朋友会有他的电话 是因为他一直觉得 我一个人在这里 必须就是周围他有几个人的联络号码 然后他就用Facebook找他 然后就告诉他说 就是我的状况 因为我不会去跟别人讲我的事情 我只是痛到 而且那时候很夸张 那他们讲说他们是怀疑他是三叉神经痛 因为是非常痛 就是史上无敌痛 讲到很严重 我就说 生小孩痛还是让牙痛 生小孩痛啊 他好像下午随便找了一家牙医吧 然后就是很奇怪 对 牙医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去了以后 对 也没 就也没有痊癌 也没有蛀牙 也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往那个什么三叉神经痛 就是怕 怕是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就哦 好 然后晚上我就问他说 那你牙痛 我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吃 或是带你去看医生 然后他就都一直都不要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我都不要 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在家 我想说 那 那就 我就说那好 反正我们戏剧结束后 我就去买汤 对不对 他就是他想喝点热汤 我就去景美 就买了大概两包热汤 就蛤蜊汤那种 就送去他家 到 楼下 对 然后他就 就是 因为他那时候 他是有室友 可是他就完全就是 不要我上去这样 他就是 他就说那你就在大厅等我 然后他就下来 我们是从大厅那边 开始一起喝汤聊天才 那时候还有牙痛吗 还是没痛 有 有还有痛 还在痛啊 痛了一阵子 痛到回新加坡才检查 然后 所以这时候 你们就已经觉得 聊得起来了吗 是聊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他 因为有共同的话题 音乐 然后一起在服饰 所以其实 聊的东西就是蛮 蛮合的 对 那什么时候表白的 购买 圣诞点 圣诞平安夜 对 应该讲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有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还有一个 怎么样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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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自己吉他弹了 当成那个背景音乐 放在旁边 放在旁边 那时候还在弹吉他 那时候还会弹吉他 对 然后他就读给我听 可是我当下听完了 我就很感动 但是我没有马上就是接受 对 我就是好 所以他才能接受 没有 那我心里也是喜欢他 因为可能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 要离开了 然后我们就是很怕 就是到底能不能够 就是有一个好的 美满的结果 还是如果只是 现在只是这几个月 那倒不如就不要开始好了 对 嗯 我说 我说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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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